我是杨颖 我好喜欢你的七月与安神 谢谢 因为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特别能感受到 他们两个演员给我的 非常直观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他们不像在演戏 我觉得那就像是真的 我觉得所以能看到一部这样的电影 对观众来说是一个享受 我觉得做演员的初心 就是想做一个值得被人尊重的演员 还有几部可以让观众特别喜爱的作品和角色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看过一本书 就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但我看那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里面最主要去讲表演的东西并不多 它只是讲了解放天性 那概括来说也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我觉得他花了大部分的篇幅 其实是在讲如何成为一个非常敬业 自律并且有人格魅力的人 我觉得做演员先做人 这个是非常对的一句话 因为只有当你的人格魅力和你的思想 进阶到达一定的程度 你才能在你的真听真看真感受的过程中 带给观众一些不一样的感官上的一个理解和想法 这是我觉得我现在对演员这个行业的理解 并且希望可以做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